大家好 這樣就是一個1.8BP引擎的盤頭 那就會有很多土砲的方法去拆它 它本身的鏡頭就不在了 接下來就會嘗試打磨和翻身 因為它會適合我的車用 看看做完之後 怎樣做 以及做過程遇到的困難 一定會有些窩氣 會弄壞東西 希望可以拼大它 不是拼大,是拼大它 拼大就不敢 因為拼大四個做得不平衡 那就很麻煩了 不知道 如果有些很準成的量度工具 或者想試拼大它 看看怎樣 不過現在就慢慢做記錄 看看到時候會弄壞它 或者怎樣 可能弄壞了 希望不弄壞 做回紀錄 怎樣去弄這個盤頭 今天第一件事就是拆 花露彈弓 用土砲的方法 整件事就是找個這樣的盤頭 大大的彈弓 這個彈弓 那頂帽就可以了 整件事就是 那這一輪是甚麼磁鐵來的 甚麼磁鐵都可以 最好是強磁 然後呢 就放在這裡 然後呢 就用個鎚子撐下去 撐下去 撐下去就會掉了 其實很快 其實拆是很快的 裝的時候就有些 即是如果工具不齊 就很麻煩 那 拆了一點點 這個是土砲方法 拆 花露彈弓 拆了才可以去清潔 就是這樣 好 那剛才就拆了出來 為甚麼要清潔呢 就看到因為比較髒 那這些呢 你看到這個生氣的跡彈 那其實我們這些叫做 電郵射到生氣管道那裏 這個其實已經叫做 不是很髒的了 那現在新的那些 即是那些 直接射氣缸那些 會更加髒的 當然也要清潔 那現在拆了16G 出來看看有甚麼事 今天拆了 那上面那排就是生氣 下面那排就是死氣 那 錄影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呢 現在慢慢掃了 一號二號 一號就是車頭 一路向著 向車尾 那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MX5 就是四號缸 所以四號缸 就特別乾淨的那些東西 那 那 是不是這樣呢 那 不知道了 多拆幾副才知道 那 死氣這邊就是這樣 那這些顏色呢 我們覺得應該是因為燒完之後的東西 可能有些流 或者其他 你知道電油燒完之後的殘流 對 對 流了在這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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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 7號 7號也是的 都明顯少很多 但是呢 為什麼要拆這些東西出來搞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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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拍了一些微距相 因為 它這些挖路 你舊了之後 你看到那些邊 那些 吞吞吞吞吞 還有它已經積做很多髒的東西 那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你的氣不密 你關掉挖路 你壓縮那一刻 你漏氣就不太好 所以這東西拆出來搞 那拆出來搞 就 不難的 都是 真的有鑽咀道 然後用些砂紙 這樣 磨一下它 或者用些 研磨膏 這樣就搞掉它 那反而呢 這裏做清潔都OK 即是說 只是清潔 但是 怎樣可以 又 令到 那些車 會有少少少性能提升呢 上網看過 就說 要將 怎樣說呢 它這個圈 你看到 這裏有一個位 是凸起了少少 凸起了這些位 就盡量磨平它 是磨平而已 就不是叫你去 不是叫你去 選好到它這個銀色框框 銀色框框呢 就是你的蛙腦和這個盤頭的接觸位 是要做一個 就是磨平 但是呢 它知道上面這一級 有辦法 如果可以弄走它 就更加好 這就是會浪費時間的地方 但是呢 其實1.8個盤頭 已經漂亮很多 相對來說 點綠相對來說 就 都 都差幾遠 所以 都見到就是 生氣乾淨的 那些 那些 死氣就髒了 因為那些是 爆炸了 到時會 清潔它 撥不撥大 我也不知道 撥 撥 撥壞了 就不太好 對不對 到時看看怎樣 先想想辦法 看看用什麼方法 最好 這次是第一拍 接下來幾時有第二拍 我也不知道 暫時就這樣